1993年11月10日,中科院院士陈彪离开住处,准备前往南京大学参加学术交流会议,但却未能如期抵达会议现场。 会议主办方发现异常后,便立即向警方报案请求搜寻。 警方随即在南京大学周边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搜查,只可惜结果一无所获。 时至今日,陈彪失踪案已过去了30余年,其下落至今不明。 那么,陈彪究竟为何失踪?国家又为何对此事如此重视呢?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1993年11月1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彪接受南京大学的邀请,预定在该校天文系参加首届天体物理力学讨论会。 当天清晨,陈彪在家中与妻子告别后,便准备骑自行车前往南京大学。 按照骑行时间,她本应在两个小时内抵达会场。 但会议开始后,主持人却发现陈彪迟迟为现身。 主办方原以为陈彪可能在路途中耽搁了时间,但多次试图联系她的手机均未能接通。 由于陈彪的缺席,这场讨论会无法按时开始。 无奈之下,主办方只能致电陈彪的家中向她的妻子询问相关情况。 陈彪的妻子表示,丈夫已在早上六点左右就出门了,她也不明白她为何至今仍未抵达南京大学。 这引起了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 考虑到陈彪已年进股息,主办方担心她是否在途中发生了意外。 于是主办方决定立即报警,同时组织部分人手到陈彪必经的道路上进行搜索。 警方和相关人员将陈彪夹到南大沿途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仔细排查, 也询问了路边商户和居民,但都没有任何线索。 陈彪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信。 这起匪夷所思的失踪案立即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 省市两级政府下达了权力搜寻陈彪下落的紧急指令。 随后,警方迅速展开行动,不仅调动大量警力进行地毯式探查, 还组建了专门的搜救队待犬搜查,甚至调派了武警部队协助。 然而,即便投入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仍无法找到任何相关线索。 此后数日,警方继续展开搜救工作。 他们将搜索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南京市区所有与陈彪生前有关的地点, 尤其注重其工作生活过的场所。 同时,警方还特意组织专家分析了陈彪失踪当日的气象情况, 检查是否存在异常,天气事件, 以排除他的失踪是否与自然灾害有关。 此外,基于对失踪人口案件的常识判断, 许多犯罪嫌疑人为销毁证据, 常选择将受害者遗体,弃置于水体中。 于是警方决定组织专门的力量, 对附近的水域玄武湖进行全面打捞搜索, 但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这次在玄武湖高强度搜查后, 一亿无所获,间接显示陈彪生还的可能性较大。 但另一方面,经过长时间翻来覆去的搜索, 警方仍无法找到陈彪本人或任何相关线索, 这无疑使案情侦破难度增大。 然而警力搜索仍在继续, 相关人员详尽排查了各项线索。 从陈彪的精神状态来看, 他对生活工作都很满意, 没有任何抑郁或者消极的迹象。 另外,警方还调查了陈彪生前的社会关系, 试图寻找任何潜在的恩怨或利益纠葛。 但发现他平日里几乎很少参加社交活动, 只全身心投入科研, 也未结下过仇家。 因此, 他的失踪似乎很难与个人因素联系起来, 这使得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再次陷入了困惑。 1994年6月20日, 中共江苏省委批准紫金山天文台 关于陈彪失踪事件在新民晚报、 中国科学报以及人民公安报等八份报纸上 发布了寻人启示。 30余年来, 国家机构一直在持续调查, 但至今都未能确认或发现陈彪的生死和下落。 那么, 陈彪失踪案为何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呢? 国家机构在他失踪后全力开展搜救, 即是基于他在我国科技发展中的杰出地位 和重要影响力, 也是出于对他人生价值和科研贡献的充分认可。 要理解为何会给予如此高度重视, 需要从陈彪的人生经历和科研成就谈起。 1923年11月23日, 陈彪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地。 他的祖籍在福建、家学渊源, 自小在这样的熏陶下, 对学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天赋。 陈彪以顽强刻苦的学习态度, 在各学科,尤其是理科方面都有出色表现。 他的父亲陈体成曾留学美国, 后回国在民国政府担任要职, 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父亲的影响下, 陈彪对宇宙奥秘抱有无限好奇和渴望。 他历经多所高校求学, 194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物理系。 之后, 他又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 开始从事天体物理方面的研究。 陈彪对研究工作充满热情, 他每天都会埋头计算, 观测天象变化, 探索宇宙的奥秘。 新中国的成立也让陈彪见识到 国家对科技事业的重视。 他依然决定放下已有的研究, 主动提出开展太阳物理研究。 当时我国刚刚开始探索太阳物理学, 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 陈彪看到国际上这一领域的进展, 意识到我国需要从零开始, 他依然决定投身其中。 艰苦的条件使陈彪面临重重困难, 研究经费严重不足, 设备老旧缺乏。 但陈彪没有气馁, 他通过自费订购外国先进仪器 和自主设计设备开展观测。 白天他带领学生日复一日的研究实验, 夜晚他则努力撰写专业论文, 投入国际交流。 通过结合大量实验的观测数据, 陈彪研究了太阳的多种特性, 解释了一些重要现象的形成机制, 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 另外,为培养年轻一代人才, 陈彪经常加班加点给学生们授课, 悉心指导。 同时,他还编写了 我国关于太阳物理学的相关教材, 系统介绍这一领域的基础知识。 在他的轻力培养下, 一大批太阳物理专家逐渐成长。 正是有了陈彪和这只年轻的研究队伍的努力, 我国的太阳物理研究逐步走到世界前列。 1980年, 陈彪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以表彰他在我国天文事业发展过程中, 做出的卓越贡献。 此后, 陈彪迎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 继续致力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使我国在太阳物理研究领域后继有人。 可以说, 陈彪是我国现代天文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在天文事业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举世公认。 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就此悄无声息地消失, 着实令人遗憾和不解, 外界对其失踪原因猜测纷纷。 陈彪作为我国太阳物理研究的开拓者, 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他有能力在理论和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因此有人猜测, 陈彪可能在研究工作上取得重大进展, 招致某些势力的关注遭到了秘密绑架。 这些势力为获取陈彪的成果, 通过各种手段掌握他的行踪, 然后在时机来临时动手实施了绑架。 但是这个说法存在疑点, 若陈彪被预谋绑架, 犯罪分子需要长期跟踪其行踪, 在失踪当天也会留下蛛丝马迹。 而警方的搜查中并未发现这些痕迹, 所以这个猜测难以成立。 随后, 这一观点被延伸为不排除是境外势力, 处于打击我国科技实力的目的, 对陈彪实施了绑架。 1991年苏联解体后, 国际局势动荡, 中美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 而陈彪长期从事太阳物理研究, 在该领域积累了关于观测设备、 数据处理等方面的许多核心技术。 这些技术不仅可以推动天文学科技发展, 也可应用到导弹制导、 卫星监控等国防领域。 一旦这些尖端成果被敌对势力窃取, 势必会对我国的国防安全和科技发展造成损害。 另一方面, 如果我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的科研工作落入他国之手, 不仅会造成科研投入的巨大浪费, 也会导致中国在相关领域的领先地位受到削弱。 这种说法或许合情合理, 但同样缺乏确凿证据支持。 如果是境外势力所为, 鉴于案件影响重大, 如今要想证实这种可能已经非常困难了。 但还有人认为, 陈彪并未真正失踪, 而是被国家有关部门召集, 参与特殊科研项目。 在类似的历史档案解密中, 曾经披露出一些科学家在国家任务需要时, 被要求隐姓埋名参与特殊研究。 例如两弹元勋邓稼先, 在20世纪50年代就奉调离开中科院, 在一处秘密基地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 为保密需要, 他告别妻子后隐姓埋名近30年, 直到这项机密任务结束, 其事迹才得以公开。 但是这个说法也存在疑点, 因为陈彪失踪时已经70余岁, 不太适合再承担高强度的科研任务。 且根据情况, 这个案件牵连范围广泛, 若是正常召集, 应该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进行, 不太可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失踪。 陈彪失踪前, 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他会离开员工作岗位, 所以仅从此前的案例, 也难以推断陈彪是投入到国家秘密科研项目中。 也有人根据后来之网的两天采访期刊, 猜测陈彪已经回家。 2001年, 上海档案第三期发表了, 中国太阳物理研究的先行者, 陈彪院士访问记, 声称是对陈彪本人的访谈计时, 这引发了外界的这一猜测。 然而进一部分析发现, 该文于90年代已发表的旧访谈, 积无二致, 且无法确定采访时间可能来自陈失踪前的积压稿件。 同时, 文章中陈彪的照片存在疑点, 无法证明此次采访对象就是陈彪本人。 此外, 30年来, 官方媒体也未有过任何相关报道, 所以关于陈彪失踪的种种猜测都存在一定问题, 而正是结论尚无定论。 我们唯有在警方全力搜寻的同时, 继续期待有朝一日能解开这个谜题, 找到陈彪本人或确切的失踪细节, 以帮助破解这个30年悬案。 30余年过去, 陈彪院士失踪之谜至今未解。 我们不知道那个清晨他遭遇了什么, 也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在人世。 他在科学研究方面卓越的贡献和成就, 本应继续为国家带来进步与光明, 却因失踪一事戛然而止。 他培养的人才在各自岗位上继续耕耘, 但始终对老师下落心存疑问。 不知陈老是否还在某处默默为国奉献, 又或已经去到天国安息。 我们只能祈祷陈老一切安好, 当年失踪真相能够重见天日。 无论在哪里, 陈彪院士都活在我们记忆中, 他的精神永远鼓舞后人不畏艰难, 为国贡献才智。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